继续关注中国的一个大话题 中国的新冠疫情 那么新冠疫情的这个死亡数据的评估 我今天早上跟艾瑞讨论 艾瑞说他看到有的消息显示 3月2023年的3月还会有更高峰 这是怎么回事 我想请教一下艾瑞 这个现在就说死亡人数 他没有一个官方数据 没有官方数据的情况下 就是谣言满天飞 大家都乱猜 各猜各的 那那那你怎么去相信呢 就没没你总不能说 我就不知道吧 这么大的一件事 这么重要的一件事 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 那么我就查到一个比较 相对比较靠谱的一个资料 这个是英国的一个 叫Airfinity这样一个公司 它是一个生物信息和统计数据提供商 那么它也不是一个普通公司 它是和这个WHO 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 和英国卫生部合作的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正经 我们讲比较正儿八经的一个公司 它通过自己的数据模型进行一些模拟 那么它给出的数据呢 它每天的情况不一样 它每天大家可以去登录它的网站 导播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它网站的那个那个图片的照片 它每天的这个数据都在更新 基本上根据新的一个情况 它根据它的数据建模 大家要注意建模这种这种方式的话 它的准确性不是太高 建模的话 它是基于就是几个条件 它就是说我基于中国的防疫政策 以及在香港和日本解封之后发生的这个疫情 我来推测啊 中国可能按中国的人口基数可能会是什么样 那么它现在的这个推测呢 最新的数据是这样 日感染人数 就是每天新增的感染人数在中国 299万 这个就是Airfinity它的网站上的这个 它的首页就是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拼写Airfinity 大家可以去登录网站自己去查 日感染人数是299万 日死亡人数是1.89万 从去年12月1号到现在新增的感染人数 4430万 新增的死亡人数26.94万 那么对于未来呢 Airfinity它的估计是 这个峰值是1月13号 也是星期五 黑色星期五 13号星期五 又是1月份 在这一天的高峰会达到每天 新增感染人数是370万 死亡人数的高峰大概在10天之后 也就是1月23号 达到每天2.5万 从去年12月取消空 封控到今年1月底 就一个半两个月 这个这个期间 中国死于新冠感染的人数 预估58.4万 Airfinity还预估说 今年4月底 也就是说这个峰值彻底过去之前 总数的话可能总的死于新冠感染的人数 会达到170万左右 另外呢他估计 北京现在的传染已经达到了高峰 已经达到顶峰 以后会下降 死亡人数的顶峰可能会在这个 感染人数顶峰出现以后的一二周之内出现 那么另外还有刚才大家那个曲线里可以看到 在三月初还会出现一次更高的高峰的这个传染 到那个时候每天新增的 三月三号 每天新增的感染人数可能会达到420万 而这一波主要主要的殃及对象是中国的农村地区 另外除了这个这个数据公司的一个预估以外 我昨天注意到华盛顿邮报 他采取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一个分析方法 就是分析卫星照片 分析这个中国主要的 他采集了六个城市的卫星照片 这个卫星照片造什么呢 就造这个火葬场 这六个城市分别是 sorry 北京 唐山 南京 浙江的湖州 成都 昆明 他就看这个火葬火葬场周围的人有多少 另外他特别在意这个火葬场的 灵车 就中国他专专门的有那种面包车 灵车的出入的情况 那么他们看到就是这些呃 导播可以给我们放一下这些照片 可以看到这些 卫星照片和 解封前相比 和去年同期相比 都出现了明显的人流的增加 呃车辆的增加 有的还新增开了这个呃 这个停车场 另外新造了一个停车场 给大家给大家停车 但是这些这些哎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呃 左边的这个城市是 风控前 就是往日的往日的这个这个车流情况 呃右边的这张呢就有一个白色方框 你看里边停满了车 就是他是一个在停车场里面的一个情况 这是同时期 照片照片这个对比 那你你看这六个城市 基本上现在爆出来的说 我新冠死亡的病例是多少呢 都是各位数 甚至有些有些城市是零 没有 那你火葬场来那么多人是哪来的 所以这样的数据的公布的话 就是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信用度 给毁掉 这是非常不明智的一个做法 好 好的那感谢艾瑞对于这个中国 新冠疫情死亡数据的一个预测 也是分享啊